婚礼时间 今天我们来欣赏一幅静悟图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的保罗赛尚 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895到1898年 现在保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那惠宁是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的 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她 正如赛尚本人所言 素描和色彩并不是毫不相干的 随着色彩的丰富 素描不断完善 那素描的完善又可以使色彩更加的丰富 下一集呢 我们来欣赏一个毕加索的素描作品 惠宁时间 法国巴黎